A.T.A.T. 那先來一個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閃亮的BettyA.T.選手 大家好,我是Pleeshroob的我們的選手Betty 那今天打完所有的小組賽 你有什麼改變嗎? 其實我們要改進的地方還有就是 一些Bandpeak上的啊 跟我們的遊戲上的問題 我們都要再處理得更好 才能再4強 才能打贏4強賽的選手 遊戲的內容 Bandpeak上的問題等等 很多問題都發生了 這些問題都要改善 才能打贏4強賽的選手 就是你們這次打贏2場KG嘛 韓國就是Bug很兇 所以你們很強很強 你覺得你們可以打贏他們的原因是什麼? 可以打贏他們的原因 可能就跟以前一樣我們 就是Baw1 韓國殺手有沒有特別 可能也不是我們 有玩得特別好的地方啊 就是有股靈氣在幫助我們 就很像 七龍珠的元氣但有加持 對 在短片上 韓國人的名字 有名字 那些說明是 特別的 沒有準備好 但是 可以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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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Dragombul》 那樣 我可以认识到别人的力量 你很不想认识 但是你还是会变变了 你觉得很可惜吗? 其实变变 我觉得挺感激的 原来我有角色会变变变变变 但是其实我是挺开心的 rather觉得很开心 因为 我突然觉得我终于成立了 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感激 我真的有一个女性 如果你不玩法洛斯玩柯格姆之類的可能就沒有比法洛斯那麼強 但是他想問你你有哪些角色是特別有自信的? 其實我對Xaya,然後法洛斯,艾辛,康格姆這類型的角色其實我都特別的有自信 特別的自信的場合是,Xaya,法洛斯,Ash,康格姆之類的都很自信 會覺得很可惜,但也是因為自己打得不好才沒辦法繼續連勝下去 相當的不可惜,但我們沒有做錯的事,所以就這樣做 就是剛剛打暗軍的一場,下路爆炸 就是他想知道你覺得哪些部分是覺得很可惜或是可以改進的? 其實打暗軍剛剛那場,我們可以改進的地方實在太多 因為我們下路應該是要贏對面線的,但是我們前面 就是從一開始就沒有處理好,導致我們下路被打殺,被雙殺 然後讓這場遊戲進行的很困難,但跟我們預想的差很多 有很多東西在這裡,要不斷向我們贏 放鬆其他部分,但是我們現在會讃得運氣 我們要不斷向我們戰打的領域 但我們不是要來決定賞 決定賞的與我們有較相比的 但我們都別的選擇 但我們把有錯的算是 內部打破裂,被人的中間 所以我們過分打破裂,所以我們都拿來搞破裂 所以我們是分裂成了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個人想的在試場賽中 試場賽中,試場賽中,哪一位男子隊員 個人的話我會比較想要對上歐洲隊伍吧 我們小組在是打一場嘛 但之後思想是保護嘛 他想知道你要怎麼準備去打保護 就是我們的Ben Peek要再更仔細的去想啊 然後想辦法說不定在這段時間內 可以想出更強的角色 新的Meta 這都是MSI比較重要的一環 就是如果可以想到更強的英雄 想到更好的Meta 那就是會獲勝 那個Ben Peek要更深的方法 還有這個中間 新的Meta 這個Meta 就是現在猜大家就是我們的下一個對手是KZ 因為下次遇到KZ你有自信嗎 因為KZ其實很會打保護的 那你覺得如何 其實如果隊要KZ的話 也比較不太會緊張 因為我們也是比較了解韓國隊 但我們也是沒有很想遇到 因為韓國隊的標舞不論哪一隊 他們的標舞都會處理得很好 應變得很快 所以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KZ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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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Z 都沒有緊張的 但是 LCK隊的K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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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KZ的KZ的KZ的KZ 都沒有任何KZ的KZ的KZ 都沒有任何KZ的KZ 都沒有任何KZ的KZ 所以很負擔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獲得冠軍的話 再打一次 那你覺得有自信嗎 一定有自信的啊 因為 其實我不覺得我們有差距那麼大 但是我們的細節就是一定要做得很好 在遊戲開始前 我們就要想到 一開始的第一步要怎麼做 我們就不會打得那麼差 自己有自信 因為 實際性差異不大 因為 實際性差異不大 尊細的部分 差異不大 所以 那些部分 比較小心 玩得到 下一次 所以 粉絲打得到 謝謝 支持我們的粉絲 然後我們會在試唱賽 打得更好 然後 表演出我們善良的風格 謝謝大家 首先 我們支持我們 支持我們的粉絲 然後 我們支持我們的粉絲 然後 我們會在試唱賽 打得更好 然後 表演出我們善良的風格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 各個部分 感谢观看